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台南市立医院大厅今日出现近30名幼儿园幼童,用五道和小礼物替弱视儿童筹募教育基金,这次活动由医院和世界展望会合作,除了将在大厅设置券木摊位,院方人员也共同集资6万元,为孩子们奉献心力。 副院长中国摩表示,院内以往都有半夜旦活动,但今年想要来点不一样的,因此与世界展望会合作,希望以一份礼物一个祝福,尽可能让孩子得到适切的资源发展,扭转生命看见希望,尤其是耶诞节应该不只是亲朋好友间的分享,而是将祝福带给其他更需要的孩子,送给他们一份能改变未来的礼物。 世界展望会南区办事处主任陈亚林则说,尽管台湾以全面施行基础教育,但孩子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和发展却不尽相同,因此想邀请大众一起做爱心,让凭空孩子们都能收到一份礼物,一份能使生命增添自信光彩,对未来更有盼望的礼物。 另外,也感谢院方医护人员奔走募资6万元,为孩童献上耶诞祝福。